下一名准备 好了 就举手 穿着那个衣服在家上工夫 我从来没有背过那么重的东西 我穿上了这件战斗服的那个瞬间 往那一站 我一下变成了一百八十斤的人 我什么都听不见 只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好 开始 速度快点 保持量 进火轮 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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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太痛苦了 就你会慌你知道吗 整个人就会特别慌 整个人的那个状态 已经到崩溃边缘了 我觉得最后就是我的信念在支持着我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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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三方米二连 先把门不会起来吧 慢点慢点 说些话 我带上空呼真的是非常有压力 就像有人捂着你的嘴 你要从那个缝隙里边去呼吸的感觉 然后你吐气吐得也不顺畅 再加上一直在急促地奔跑 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很窒息 从这儿抢人 真的吗 顶尾 平均 大架 哦 呃 哎 hh 来 别别别别 慢点慢点 一样一样来 一样一样一样来 我受不了那个东西 我真的太害怕了 我当时就是 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撕下来 我完全没有办法再接受 它在我脸上待一秒钟 我感觉我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现在 没事 没事 我根本没有想过强度是这么大的 我真是气候 我真的想放下 太累太累太重了那些东西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我的极限了 我觉得应该要差不多进医院了 还可以怎么样 快点 那可能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可以支撑的时间长一点吧 也不是生气 就是觉得水准不够 我不想做水准不够的人 水准不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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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每一刻都想放弃 可是 我又没有放弃 因为我跳进那个火场的时候 我这是一个消防员 我们多难的东西 我们都会去把它完成 勇往直前的 八圈已经没劲了 没力了 我们骑了吗 骑了 好 集合 扫修 第一次考核 讲一下大家存在的共性问题 首先我给大家讲过 进入火场内部 要打开自己的呼救器 没有一个人做到 进入现场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打开 那么选择破拆的时候 大家都急于求成 没有仔细观察 我们需要破拆的目标 大多数人都选了斧子 非常不便捷 大家自己也感觉到了 这个窗口明显是使用锤更便捷 再一个就是进入火场以后 进行搜救时 有些同志做了无用工 在火场中浓烟情况下 就能致人昏迷甚至死亡 如果大家搜救的速度 再不快一点 真的是有人缘被困 怎么可能我们谁 都将它救不回来 所以说消防员平时的训练和养成 直接决定了自己实战的水平 我现在绝对理解 为什么消防员是最美的逆行者 因为真的是在火场里面 大家都在往外跑的时候 是他们唯一在往里面冲 他们就一无反顾的 就是一个逆行者 这多神圣的一个职业啊 整个南部国家 才有几十万的消防员 而他们要负责的是 十四亿人口的一个泱泱大国 特别为难 是真的是从心底去 有一种敬佩 消防员是非常值得我们钻尽的 真的那种勇气 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做得到 我觉得是一个英雄 真的刚刚出来我好难受啊 这我真的压抑到我喘不上气来 我就知道他是个假人 我想把他扛到身上的时候 我发现我扛不动他 你知道那种无力感吗 我进入角色了刚才 所以我很难受 就那个感觉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嘟 心跳就越来越快 你就吸 然后我就开始就不够 我就开始把这个拧开 一拧 整个的呼吸道 跟我的肺都受不了了 就那么多了 就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是一分钟的感觉 你这样的感觉 感谢观看